大家好 我是GuruTeddy 又是我们学习钉钉的时刻了 在还未开始之前 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了 那么这一期的视频 我们还是依然继续这个审批的部分了 那么现在我们在制作一个审批的报销单 那么日期是不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大家看到左手边的日期 那么轻轻的来一下 所以我们翻个英文字 然后这里呢 日期的类型有年月日或者年月日时分 我们先选年月日 然后我们打开壁田发布 我们来看看它的效果是如何 记得当你更改里面的那些功能之后 你一定要按刷新 那么这个日期呢 这个叫做年月日 那么现在如果你选择年月日时分的话呢 也是一样我们来发布 继续编辑刷新 好那么这时候呢 左边就多出了这个时间的这个选项 我们按确定 就可以了 那么是不是非常的容易呢 那么如果你觉得我这一期的视频呢 对你有相当大的帮助呢 请记得like and share 最后最后 ABCD一步到位 下期再见 拜拜